这梦幻的童话屋呢 其实是由两栋老屋改造的 老板用一年的时间 一窗一瓦慢慢盖 让老屋有了全新的生命 是不是感觉很像来到电影 魔剑里面的哈比人村呢 除了可爱的外观吸引大家的目光 内部的装潢一点也不马虎 偶尸风格的摆设和家具 让你从外面一路当网美拍到里面 只不过呢 这边虽然是咖啡屋却不卖甜点 反而是卖肉包哦 它的包子有两个口味 一个是原著名咸猪肉 然后另外一个是花莲的名产剥皮辣椒 看看呢 我们花莲名产剥皮辣椒 做成的肉包吃起来怎么样吧 我们现在吃另外一个是剥皮辣椒 然后我刚刚说的剥皮辣椒是花莲的名产 它里面 哦 它是肉里面夹着剥皮辣椒耶 来来来 我们来吃给大家看 因为真的很特别 因为一般的那种咖啡厅啊 都会卖很精致的蛋糕 可是它卖的却是 就是肉包 这个剥皮辣椒真的很香 它有点辣辣的 可是不会 不会说辣到你快受不了 然后它剥皮辣椒它有一个自己的香味 有混在这个肉包里面 就这间咖啡厅啊 跟那种台北的其他咖啡厅不一样 它竟然没有蛋糕 可是它有包子 然后还有万寿菊的冬瓜茶很特别 重点是它的咖啡也特别好喝 然后它的包子啊 里面的料都是花莲才有 所以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这家咖啡厅虽然因为可爱的房屋造型 变成了人气打卡圣地 但有时间也可以在里面 点个肉包坐着休息 一边欣赏老板精心设计的内部装潢 度过几个小时的时光也很不错哦 sie通过ال并的像地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